受到了疫情影响 让许多民众减少了出门购物的意愿 对于卖场生意也造成不少冲击 但是深坑农会超市 透过了脸书粉砖开放团购 民众只要在贴文的下方留言购买 再到超市取货 同时还提供行动支付 方便又快速 反而是在这波疫情当中 业绩不降反省 新冠肺炎 疫情持续延烧 许多民众选择减少出门保护自己 这让卖场餐厅都受到不少冲击 不过深坑农会超市 因为早在三年前 就创立了脸书粉砖经营起网路团购 使得这波疫情对于农会来说 业绩不降反省 同时也因应疫情所需 农会超市更以方便料理的食材商品 作为主打 我们本身就有粉丝专业 提供一些预购的商品 那这段时间我们就加强一些 方便快速可以轻食的料理的食品 然后供客人来选择 在网路下单 深坑区农会超市粉砖上 不止品项包罗万项 更时常祭出优惠 只要在脸书贴文下方留言购买数量 并且在指定的时间到超市取货 搭配行动支付系统 可以说是相当方便又快速 不过也有民众还是习惯到实体门市购买 为了防疫农会超市除了在门口 就贴出告示要求民众需佩戴口罩 店内的消毒同样不马虎 防疫措施非常严谨 每日请我们工作人员 都要加强清洁消毒的工作 那我们同时在门口有张贴立牌 跟贴就是加强宣导说 进来超市的话 请大家务必要戴口罩 然后我们在寿影台那边 有被消毒水 自动消毒水 供客人就是可以很方便使用 深坑农会超市店长王国协指出 实体店面的市场竞争越来越大 嗅到了网路商机 决定跟上时代趋势 现在粉砖网购的业绩持续稳定成长 每年增加两到三成 而今年因为疫情影响 在网购的部分更是明显增加 他也希望透过网路团购 能够服务更多乡亲 同时可以和其他农会合作 找寻更多美味农特产品 介绍给消费大众 记者杨邦友 赵芳琪 深坑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